大家好,这里是松树新语 有的朋友看了标题,会不会认为我是标题党 这是真事 美国海军实验室计算材料科学中心 就是美国海军的研究实验室 Michael W. Swift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 就是关于LK99的 所以我说美国海军出手了 这个是不夸张的 我们看一下美国海军实验室在什么位置 那么这篇论文是刚刚的 刚刚比较新的论文 它题目叫同取代林三元 林灰时中相关孤立平代的起源 那么一个评论 它是一篇评论性的论文 它评论的谁的论文 评论的是我们两周前介绍过的一篇论文 是哪篇论文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位美女科学家叫Griffin 就她搜了一下 一开始我没搞清性别 就是一位女科学家叫Griffin 她是最早的一篇通过理论来研究 LK99基里的那篇论文 就这篇论文 我们两周前给大家介绍过 那现在呢 很多的后来理论研究的都引用过她的这个论文 她是美国劳伦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 那么美军的这篇论文呢 实际上呢 就是就Griffin博士的研究 做了一个持续的一个 就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还是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这位研究员就是Michael W. Swift 她是在美国海军研究室做博士后研究的 就这位 那么她这次呢就是论文很短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军内部的原因 只有两页 大家看一下只有两页 是吧 这是第一页 这是后边的引用页 只有两页 她实际上呢 她是一个对于别人论文的这么一个评论 那这个论文啊 只有两页 很短 她实际上呢 一部分内容呢 是评论Griffin那个论文 Griffin论文里边的一些主要观点 她是基本上赞同的 但也有一些区别性的 他们自己的看法 那结果计算表明啊 同取代千链挥指 是一种潜在的高温超导体 然而啊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证实这个预测 另外呢 这个做模型的计算还表明呢 同 他不负责同取代千链挥指中的这个高温超导性 他们认为同 不是造成他的高温超导性原因 这个好像就和中科院那个刘花亚同那个研究 有点不太一样啊 这个是纯理论的研究啊 呃 那么他们认为呢 高温超导性可能是有其他因素引起的 比如叫育氧态的杂化 那计算结果呢 这个为这个同取代零三千零挥时的电子结构提供了新的见解 那么他们认为呢 计算结果呢 有助于未来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啊 这个最后结论呢 就是哎 这个目前的LK99啊 按照那个LK兄弟放出那个论文里边的LK99 它是绝缘体 它不是超导体 但是呢 这个结果本身并不排除LK99具有超导秀的可能性 说通过的一些呃 减并掺杂啊 费米能及可以推入高密度的同代之一 考虑到初始的LK99材料的质量问题 对高质量样品的实验至关重要 所以呢 这篇论文的最后呢 实际上还是就是就LK论文来说 那个结构它不是超导体 但是这个材料一定蕴含着超导体的可能性 这是美军研究实验室的结果 这个实验结果啊 其实跟我们今天读的那三篇论文啊 是比较一致的啊 都是觉得就目前你们放出的这点料 它不是超导体 你还有没有更详细的料了 是吧 实际上这个美军啊 介入我们说美国海军实验室就是美军啊 这个实际不光美军啊 我觉得世界其他大国有能力的这些实验室 都在悄悄的做 我们刚才说那个上一个视频说 有一百多个名具泰特博士在烧炉子 我觉得我这个数啊 可能是远远低估了烧炉子的人数啊 写论文的都快接近上百人了 加上他的美署名的署名的是吧 那你想想还有多少个正在做实验的 还有多少个不准论文的学论文 我就想把东西弄出来的 所以这个超导研究啊 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热点 因为它对军事上的帮助啊 实在太大了 大家知道有一种武器叫什么电磁炮 对吧 电磁炮就是用电磁力发射这个动能的这个武器 发射个弹丸 两条平行的轨道 哎 倒轨之间的放一个弹丸 当电流通过这个倒轨的时候呢 会在倒轨周边这个产生这个磁场 是吧这个弹丸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呢 沿着倒轨加速向前运动 所以这个 这种高速的动能武器不需要弹药 穿动能力极强 实际上在美军现在的这个舰船上已经有装备了 我们查了一下论文还真不少啊 比如说这篇论文 叫海军轨道炮的开发 这是一篇在国际电弓杂志上发表的公开论文 还说美国海军正在考虑为未来的舰艇开发电磁轨道炮 用于海军水面火力支援任务 为了达到远距离需要超过每秒钟2000米的诸素 弹丸飞行质量要达到16公斤以上 并且相对较高的发射率多少呢 每分钟6到12发 因此船上产生大量的功率有需求 实际上超导技术对于电磁炮就很有帮助 大家知道超导的应用在军队上 特别在海军舰船上有好多的作用 比如说超导可以实现一个推进系统 超导电磁推进和超导电力推进 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推进方式 超导电磁推进是利用船上产生的超导磁体 产生的强大磁场和电流的相互作用 推动鉴定前进 另外超导电力推进是用超导电机作业动力 具有单机容量大效率高的优势 那些内燃机好靠 再一个我们刚才说的电磁炮里面 你想想如果有超导的话 超导线圈能产生更强的磁场 这肯定让电磁炮加速弹丸到更高的速度 而且比传统线圈要小得多 你想想能让电磁炮更加容易运输和部署 再就是需要更少的电力 它超导了嘛 所以如果有了十分超导啊 恐怕不要说电磁炮了 那传说中这个电磁枪 能量枪可能就要实现了 哎 你看看 比如说还有在这个舰船消磁系统 也可以用超导电量大幅提高舰船的消磁能力 这是啊 仅仅在海军的超导运用 就是超导这个技术 如果有了突破 对于整个军事装备的升级 是一个夸代的产品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美国海军实验室 理论上研究了LK99 认为LK99它是巨岸体 但是LK99不排除 它还有超导的可能 什么可能 就是你LK放出那个砖里里边 你那个薄膜的东西啥放出来 你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超导 是吧 现在就单就最早的那篇 比较粗糙的论文来说 大家合成的结果都不是超导体 这是比较比较确定的了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隐含的其他东西 还很难说 所以呢 我们还要wait and see 好的 这个论文让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